肖战作为娱乐圈的顶流,一直都深受观众的喜欢和认可,不过,也正是人红是非多,给肖战带来了许多不变之处。 此前,肖战就因为一些风波,就影响到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,甚至还出现了大面积的脱粉现象,直到后来过去很长时间,风波才慢慢平息下来。 肖战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为人,博得了无数人的同情,如今,肖战已经从头再来,许多事情都无比小心,就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找自己问题,造成不必要的麻烦,不过落花有意流水无情,肖战还是被卷入到了一场是非中。 近日,肖战的个人问题,被大家广泛热议,甚至被爆出,和他人有恋情,一时间议论纷纷,很快,有人站出来为肖战说话,对近段时间,肖战的恋情进行说明回应,态度异常坚决,值得注意的是,这次的声明并不是肖战工作室发表的,肖战工作室,却有着自己的小心思。 在开头就已经说明,这次的声明已经和肖战工作室进行了沟通确认,内容简介明了就是回应大家关切的问题,最后,更是直接告诉所有人,自家一人是单身,之所以不是肖战工作室来进行声明,无非是不想对这件事过多的进行解释。 而肖战工作室,此前已经对肖战恋情的问题回复已经不止一次,工作室可能都已经回复麻木,其次就是他人回复,不仅可以传递工作室的意见,还可以降低这件事的影响,同样可以起到平息风波的作用,可谓是一举两得。 肖战工作室这样的做法,不可谓不高明,目前,肖战一直都在好好生活,另外就是在认真工作。 笔者认为,肖战虽然作为公众人物,在娱乐圈备受欢迎,也应该具备着自己的私人空间,有无恋情是否公开,都应该由肖战自己来决定。 而至于肖战的播出,大家已经等了这么久,相信再等等也不是什么大问题,还是那句话,好饭不怕晚了。